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课审大会普告分组委员 静怡大学学生林志宇佐 17日语脸书贴文 通级已故诗人于光中 没资格被称为文人 引发网友争论 但将大学全球政经学系系主任 包正豪发文案 三菱声言词犀利 会不会是台湾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综合媒体报导 日前诗人于光中 世事消息传出时 曾遭社运人士王毅凯酸死好 林志宇为此在脸书发表 他对于死好说的看法 他在文中首先曾定于光中的文笔及著作 却开玩笑说 觉得跟王小波声称 有很多台湾史著作的说词一样可笑 林志宇更指于光中将文字作为武器 用来从事无谓的斗争 成为权威体制的广告商人 致使失去文学的本质 他更指控于光中迫害一己与权威体制 站在同一方打压台湾文学 没有资格被称为文人 也没资格代表文学界 更形容于光中的文字如失去灵魂 有如大清时期的八股绯闻 林志宇的言论引发 但将大学全球政经学系系主任包正好感叹后生可畏 作奉林志宇年纪清清 就是一代文学大家又朝起文学批评言辞犀利 更细称不知林志宇会不会是台湾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林志宇长期关注参与社会活动 曾多次于脸书发表争议性言论 更被网友封为台版红卫兵 移剧的言论